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时间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3年4月17号星期一 今天节目我们从一个武统台湾的笑话说起 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连续三天开展军演 接着网络上小粉红们就开始高潮了 各种脑洞大开 想了一些统一台湾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惊人的妙想 大家看这幅图 有人提出将我们填海造陆的技术都集中到福建 然后一直填平台湾海峡 这样也不用海军了 直接陆军跑步过去接管收复了 而且还带动中国经济发展 尽量使用民工 那失业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方法可谓是一举多得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发这个图的应该 不是小粉红而是高级黑 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当于是远古神话里的 精卫贤威木将以填沧海 不过这个图用来讽刺中共当局 想要抢取台湾的痴心 倒是将将好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呀 其实是刘亚洲 刘亚洲他因为经济问题被抓 据说涉案金额巨大 但是呢这个说法并没有被外界认可 人们认为刘亚洲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最近有分析认为刘亚洲被抓的真实原因 是习近平想要为开战做准备 为防止攻台出现军中滑变 当然呢也有其他的说法 认为刘亚洲实际上呢是因为反习 那到底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刘亚洲的身份大家应该很清楚 她是中共前空军上将 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她自认为在军中呢她是个文人 但是在文人当中呢她是个军人 她本身也是个红二代 也被认为是红二代中的开明派 她有很多的著作大家应该听过 金门战役检讨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寻道者 还有刘亚洲国家思考录 刘亚洲文集等等 关于金门战役的检讨 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算是难得的讲真话的中共高官了 当然了看刘亚洲的文章 就算再开明呢 也只是在中共体制内的一种开明 就像她在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寻道者 这篇文章中说 我为什么如此 我为什么孜孜不倦的如此 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 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队 太爱共产党了 我把党来比母亲 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 儿子如果欺骗母亲 还叫儿子吗 那对于这样一个真心热爱共产党的 红二代官员 为什么习近平就不能容忍呢 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 香港传媒明报星岛日报 13日报道 确认刘亚洲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落马 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调查 涉案金额巨大 已经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办理 报道还说 军队正在掀起肃清流亚洲余毒的运动 军方2月底下发通知 要求在3月份清除流亚洲有害讯息 各单位以自查的方式 对照涉流讯息资料统计表 包括涉及刘亚洲的图书 报纸 期刊 文章 题字 讲稿等等 确保清理 清查 全面彻底 而早在上个月呢 已经传出刘亚洲被判死缓的消息 而最近贺兰峰的文章 刘亚洲要为谁寻道 已经开始痛批刘亚洲 从刘亚洲诸多的著作和文章中 寻找他反党反习的文字 称刘亚洲为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 带路党的带头人等等 大家是不是看到一种熟悉的配方了呢 这是不是让大家想到了 被扣上公贼 叛徒 内奸帽子的刘少奇的命运 看起来呀 刘亚洲的命运 跟刘少奇还真有点相似 虽然刘亚洲还是比不上刘少奇的地位 但是他也算是中共军内公之大咖 也是共产党的自己人 被自己人逗倒的又一个实力了 根据看中国的报道 第一个曝出刘亚洲被抓的呢 是旅美作家毕乳协 他披露习近平有一个内部的讲话 专门脱稿谈刘亚洲的问题 谈了40分钟 首先一点就说 刘亚洲有政治野心 在全国各地搞了几十个据点 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那些事情 毕乳协爆料 刘亚洲被抓以后被关押在白庙 白庙是军队秦城 专官副师级以上的干部 那是一个养鸡场 那这帮人就在里面养鸡 白庙送出来的鸡蛋归军队系统享受 还说专案组的人说 刘亚洲在里面又哭又笑又唱 装疯卖傻 专案组的人表示 他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都是经济问题 主要是截火敲诈勒索大牌企业家 总额有几十个亿 而且这些钱都被他们炒这个炒那个给炒没了 没办法退赃 将来肯定要延办 刘亚洲的弟弟刘亚苏已经被正式逮捕了 专案组的人说 他们根本不想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没想到刘亚洲不打自招 主动交代 睡了国防大学七个女教师 专案组就得例行去查核 没想到这七个女教师失口否认 专案组的人说 刘亚洲是个怂人 根本用不着审 他自己就当当当当的交代罪行 一心要走坦白从宽的路子 更是把李先念的儿媳给咬进去了 李先念的儿媳是中共开国中将 王六升家的千金 王六升的女儿进去了 张又霞埋怨专案组的人说 你们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王六升家可能跟习近平家 有一点什么转弯的关系 习近平只是对李先念儿媳宽大处理 他就被放出来了 不判刑 开除党籍军籍 还要赔3000多万元赃款 李先念儿媳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还凑不起这些钱 终日以泪洗面 这句话我觉得就有点让人无法相信了 李先念的儿子是北京军区参谋长赴兵团级 拿不出3000万鬼才相信 都知道军队是最腐败的地方 当然这个爆料大家就先听一听 里面可能真真假假都有 爆料还说李先念的儿子迫于压力离婚了 又说刘亚洲被抓真正的原因是得罪了习近平 刘亚洲在2018年就被查出好多经济问题 还有政治上的奇谈怪论 习近平保了他 说了句刘亚洲糊涂了 让他下来吧 刘亚洲不得已退休 并且吐出了赃款几个亿 可是刘亚洲太狂了 天老大他老二 谁也看不起 退休下来参加对台办的研讨会 大放雀词 说这不是对台问题 这是对整个西方阵营的问题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非得有毛泽东那样的雄才大略的统帅不可 现在的统帅不行 得换个统帅 那这就是说习近平不行 所以习近平就不高兴了 下决心整治刘亚洲 最重要的是呀 在压力下 李先念的女儿李小玲 终于跟刘亚洲离婚了 刘亚洲已经不是李先念家的亲属了 他只能等着把老底坐穿了 这份爆料中透露刘亚洲被捕的 真正原因是在对台问题上的言论 得罪了习近平 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习近平清除刘亚洲 和他清除军中反战势力有关 澳洲雪梨科技大学 中国研究教授冯崇毅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因为刘亚洲是反对习近平 吞并台湾 武力犯台的重要人物 所以习近平现在要排除任何干扰 他认为习近平随时可能对台开战 只要美国政局发生转变 或者是台湾有内应 那他就可能认为时机成熟 可以动手了 吕傲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曾经引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 说刘亚洲作为太子党边缘家族的议员 一开始也是支持习近平的 但是因为他和一名前文公团的女团员的桃色丑闻 传遍了中南海 习近平决定让他提前退休 他的立场随之发生了改变 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断的集权 威胁到这些太子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连他们也开始反对习近平了 试图阻止习连任 刘亚洲在军队中颇有影响力 因此就成了太子党内的反习代表人物 袁洪斌说刘亚洲是英文被捕 直接原因就是他直笔润色了 客观评价习近平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大家应该还记得 是去年被反习派放出来的一篇反习的习文 当时有很多媒体都在分析这篇文章 认为这篇文章是江派所为 因为这篇文章同时发布的 还有客观评价薄熙来 将习近平和薄熙来做了个比较 采习的同时抬高薄熙来 这个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的立场 如果袁洪斌的爆料是真的 那么刘亚洲很有可能是跟江派 也有某种关联 习近平针对刘亚洲 可能就是肃清江派的一个延续 对比经济原因被捕 大家可能更加相信 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捕的 毕竟著作等深的刘亚洲确实敢言 不论是在军事政治方面 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至少是不同于中共一贯的论调的 还在军中和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跟习近平不同调 这已经就成为阻碍习近平统一认识的巨大障碍 如果习近平当局对刘亚洲来一场批斗 那刘亚洲在美国的三地四地 可能就会变成他勾结境外势力 作为西方间谍的一个证据了 网上很多人都把刘亚洲看成是中共党内少有的良知派 相当于是任志强一样的人物 如果刘亚洲是又一个刘少奇 那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 他们都曾经是中共的帮凶 在中共统治过程中都曾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些不同 可能是他们还良知尚存 还有一些忍性在 但是在对于中共的认识上 这些在中共党内分享权利和利益的人 是不可能真正的认识到中共的邪恶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强求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认知 在中共体制内的人 尤其是红二代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觉醒 或者说有愿望改良中共 我想他们起码迈出了第一步 未来也许还会有机会认清中共 上天给人的机会是平等的 不论是中共的官员还是大外宣小粉红 我想都会有机会做出选择 只是看他们自己要做怎样的选择了 我每天跟大家揭露中共 有些人说没有实际行动 光说是没有用的 揭露中共唤醒众人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总是提醒大家远离中共 实际上是让大家从精神上摆脱中共的控制 当你看清楚了中共的真实嘴脸 就去传播真相影响更多的人 当越来越多的人 甚至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共体制内的这些人 都能够摆脱中共的精神控制 那大家想一想 中共还能存在吗 我建议大家都去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 不管你认为这能不能推翻中共 这至少是中国人 从内心摆脱中共的一个见证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